赛沙迪表队成立,需要出庭自便,但这不影响他上阵第15届大选 高庭宣判沙菲仪表面最名副成立,当庭释放 廖忠来正式宣布,他决定再次代表国阵竞选文冬国会议席 各位观众朋友,晚间好 欢迎收看2022年10月28日的东方大码头条,我是俊伟 吉隆坡高庭今日宣判,穆达主席赛沙迪在四项串谋失信,挪用公款和洗黑钱控罪 表罪成立,需要出庭自便,赛沙迪表罪成立后将进入抗辩环节 他可选择宣示自便,非宣示自便或保持沉默 赛沙迪最后选择在证人栏宣示自便,在抗辩环节中接受控方盘问 辩方将传召15名证人,这包括赛沙迪在内 司法专员则定明年2月22日至24日,3月13日和14日,以及4月10日至14日,临审此案 尽管赛沙迪被判表罪成立,但这不影响他上阵第15届大选 穆达中尾兼其代表律师林伟杰授讯说 从法律的角度,赛沙迪还未被判刑,因此仍有上阵的资格 另外,乌统青年团团长拿督·阿斯拉夫就言语,人们即将见证西蒙选择性维护的正义是多么的虚伪 他说,若西蒙可以将已经被证明无罪的乌统主席拿督斯里·阿莫扎西归类为法庭派,那他们会对赛沙迪做同样的事情吗? 高庭宣判,面对洗钱和报假税共四项控罪的资深律师丹斯里·沙菲仪表面罪名不成立,当庭释放 法官拿督·莫哈·莫加米尔近日说 由于控方在举证阶段无法成功提出表面证据,因此判处沙菲仪无罪释放 根据控状,现年70岁的沙菲仪涉嫌通过收取前首相拿督·斯里·纳奇的950万令吉款项 以及向内陆税收局报假税获得非法收益 法官莫哈·莫加米尔下判时精简地说 控方无法证明,被告从所谓的非法活动中牟利 他强调,控罪是与控方的证人息息相关 由于无法证明所谓的非法活动,因此可能不存在非法活动的收益 马华前总会长兼四届文东国会议员丹斯里·廖忠来 今日在与500名支持者现身力挺下,正式宣布他决定再次代表国阵竞选文东国会议席 马华总会长拿督·斯里·魏嘉祥早前正式发表声明 马华全体上下誓言,将全力支持廖忠来重批战袍 再度出任文东国会议席候选人 廖忠来指出,他这次决定再次代表国阵竞选文东国会议席 是基于两个考量 一是关乎全体华裔同胞前途的全国政治形势 二是关系到文东的未来 特别是发展方向的确立和落实 此外,行动党周三已宣布换将 委派原任吉达里州议员雪弗拉取代黄德 上阵文东国席,而黄德不满被撤换 在当日下午也宣布以独立人士身份捍卫文东国席 一旦属实的话,文东在这次大选至少出现三角战